金三胖直奔中朝边境 内情 地道同中国 美韩两国对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的斩首行动 似乎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韩国在12月1日宣布举行斩首部队的成立仪式 日媒放风美军将会在本月发动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 再加上美韩正在举行超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朝鲜半岛的事态非常紧张 韩国媒体转述朝鲜官媒的报道说 在美韩军演技间 金正恩离开平壤 到相对安全的中朝边境视察 韩媒分析认为金正恩害怕美国隐形机的斩首行动 中朝边境有一些直打中国的秘密地道 可以躲避袭击 朝鲜官媒中央通讯社3日和6日分别报道 公开了金正恩视察辞江道满浦式鸦路江轮胎厂 以及在两江道30元视察署在坟场的照片 外界因此推测金正恩近日都停留在北部地区 而其视察活动恰巧与美韩军演示机吻合 韩国的朝鲜日报网报道 金正恩的公开活动地区避开平壤 到毗邻中朝边境的磁江道和两江道 因此有分析认为 金正恩依然对美军的隐形战斗机有所顾忌 朝鲜日报网引述对朝消息人士的话说 此江道和两江道有直通中国的避难通道 是位于深山的地下隧道 可以应对突然袭击等 近日日本产经新闻网报道 根据秘密消息传出 美国判断平壤已拒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将终于决定发动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 已经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 最有可能动武的时间是12月18日晚前后 美国之音报道 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格雷姆三日表示 美朝军事冲突一处即发 他呼吁美国国防部撤出驻韩美军的家属 包括配偶和子女 韩国在12月1日举行斩首部队成立仪式 目标直指金正恩 韩国空军还成立一个更大的基载情报 监视和侦察 ISR部队 以应对来自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和导弹威胁